7年开始一直到2013 的所有行政区 性别年龄别的人口数 可是还有2014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再去做 资料 取得 你们好像是叫取得外部值 取得资料 然后这边我选新查询 从档案 然后从资料夹 因为记不记得 就是我必须要连到一个叫people1 把people2了 确定 确定 虽然里面只有一个档案 好 其实你点 应该可以直接点合并并编辑 我们赶快再把这2014年做一下 没错就是这个档案 然后一样看到都是正常的没有乱吗 所以就直接点确定 好 那就麻烦请各位先动手坐到这边 好